据说我们看到两种情况,会感觉到异常疼痛,第一种是分娩,第二种情况,就是被踢到大大,很多女生惆怅男朋友不懂自己姨妈痛,不理解姨妈痛就算了,更何况还有个比姨妈痛还要痛的生娃痛,而男生被义愤填膺,我不知道痛,你知道干疼有多疼吗?世界上最疼了好吗? 可嗯,好了好了,面对这个困扰万千家庭,或者即将变成的家庭难骑,贵人真的要来好好比较比较了,首先来说分娩,在南方处于脑袋一片空白,贡献了那么几秒的游里小蝌蚪之后,女性就这么中招,然后开始了漫长的,天秘,而而恐惧的过程,在买兔灌溉十个月左右,光输地落之际, 就是女性忍受痛苦的开始,就顺产来说,胎儿的头部在临产的时候,已经靠近了盆骨的位置,有些女性会在公缩之前就泼了羊水,而有些女性则先开始疼痛,疼痛刚开始只是微微的酸麻感, 然后慢慢转变成类似于姨妈痛的阵痛,我们所说的开始,就从这里开始,过了这个轻微姨妈痛的阶段,就开始,更疼了,而且是有频率的更加疼,差不多十分钟左右,一次间隔的样子, 这种痛感,就类似于严重一点的姨妈痛,嗯,这个时候,还不是可以生的时候,因为你还有几波疼痛,没有经历,接下去那波疼痛, 如果你想现在体验,可以在周边有一股条件的情况下,让旁边的人在你小腹揍一拳的感觉,就是类似这种疼痛,这波疼痛频率差不多三分钟一次,一次可能疼的时间会加长, 然后,你就会迎接密集型疼痛,疼痛会比上一个疼痛等级加大,但是没有间隔了,一点一点,变得更痛更痛, 然后,就能感觉到一种被碾碎的自闭,痴疼痛,嗯,恭喜你,这时候,孩子就开始往外走,如果你不幸一点,由于外面的小木耳的通道口不够大,或者太儿的体积太大,医生就会在你的小木耳上剪一刀,就类似于这样,太儿出来之后,需要把这个切口缝合,缝合不是拿根线直接缝一缝就好了,需要奔三层, 最里面那一层最痛,因为麻药是菊麻,也没有一层一层打麻药,更何况,切开和打麻药过程中,你一直在流血,生产完又得马上缝起来,说不定缝起来的时候,麻药才刚开始起作用, 那么蛋疼到底是怎么回事?蛋其实也是一个内脏,它是为数不多的体外内脏,最重要的是,蛋还跟胃部神经和呕吐中书相连, 一旦疼起来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,疼痛会波及整个步步不说,一个不小心,可能周围的人都知道,你昨晚吃了啥,同时伴随着浑身冷汗等等, 那么,与标题相关的问题来了,你看,我不是标题党,自闭,和半岁到底哪个疼? 有一个美国科学家,曾经提出来用斗作为疼痛单位来衡量疼痛,于是,就有这么一个坏算公式出来了,往传,一个人可以承受自五斗而生孩子的疼痛会达到五七斗,相当于一个人断了二十根骨头,如果踢到蛋, 一九零零零零零零相当于三千二百根骨头,也就是生一百六十个孩子,当然,每个人对疼痛的反应和承受是不一样的,就是同样的疼痛,你可能觉得疼,但是别人也许觉得不那么疼, 所以你说一定是蛋疼比较疼,也不一定,毕竟,生孩子有可能连续疼十几个小时,而一个男人应该不会经历被连续抱在十几个小时,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来烧扯蛋的,不,这篇文章就是来说明一件事,女性认身忍受的痛苦,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新的生命, 而男性的胆疼,能带来啥,也许会失去当爸爸的权利吧,嗯,为了彼此生活和谐,能不扯蛋就不扯蛋,在女性经历自闭的时候,男性也给予最大的安慰,鼓励和照顾吧,所以老婆生孩子怕疼,除了不生之外,还有哪些选择呢? 一,无痛分娩,这个的话,就是指的一般是追管类组织技术,说白了就是分娩阵痛术,再生完整个过程中,麻醉师都会持续给你低浓度的麻药,就是你在不昏睡过去的同时,减少你感觉到的疼痛,有些人可能真的一点疼痛都感觉不到,在公缩的时候,你会感觉到肚子一阵积正发紧,随着这个节奏和助产师指导, 调节呼吸和用力就可以了,哦,麻醉注入的是追管,不是静慢,所以不太会通过你而进入胎儿,什么对胎儿的不良影响,真的很微小 二,水中分娩,网上以及一些国外的案例中,的确会提及水中分娩这个事情,当然,水中分娩现在争议就很大,医学其实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争议的,不单只是这个, 有支持的人认为,孕妇在分娩的时候,浸泡在水中,能够有利于促进静脉回流,减轻身体的水肿,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生产的痛苦,也同时减少下面的损伤,当然,也有反对党认为,水容易被污染了,水中无法估计产付出血量了等等, 所以,水中分娩好不好,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好说,也没有医生来做有力支撑 嗯,其实腾痛最大的缓解方式,是看到胎儿平安的那一刻,和家人温馨的照顾 今天就到这里,白里哥白,我是今天来瞎聊天的会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